5 5 4 4 3 3 2 2 1 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爆料 元神,爆炸带音来袭 三个新角色两张新地图 一个新这本那塔前还有这么多内容 提前规划不掉队 封丹其实还没有出完 地图大约还剩下15% 神童还剩下两极多 这些内容位于封丹的西北方向 这里有着全体瓦特最高峰 莽索斯山 从下面一眼望去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高耸 等将来建模时装了肯定还会更加的震撼 至此封丹的所有地图就算是出完了 除此以外还有下火地图 从开服至今 每一个夏天都少不了它的影子 今年肯定也不例外 那么这两张图什么时候出呢 元神到了大版本末期 一般是一图一草的布局 就是一个版本开图 一个版本涨草 不出意外应该就是4.5涨草 4.6开封丹最后一部分 4.7涨草 4.8开下火 5.0进那塔 虽然封丹的剧情已经早早结束 但是别忘了 我们的旅人章却还迟迟未更新 上次见到戴因 还要追溯到一年前的3.5版本 在进出那塔之前 戴因肯定还会露面一次 如果4.5没有 那么就极有可能在4.7这个涨草版本登场 不知道这次的戴因 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令人震惊的世界真相呢 封丹的第二个周本同样迟迟未开 按照老米惯例 应该也会是一个执行官周本 那么可选择的就只剩下仆人了 好耶 又可以和新老婆贴贴了 不光是周本 仆人肯定还会作为自己角色入词 供大家抽取 属性为火属性 含有同为扑克组合的另一位 克洛琳德 属性为雷属性 用脚趾偷想 他们两个肯定都是五星 具体定位未知 不过由于夏卫雷已经埋下了伏笔 其实不难猜出 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是来超债的 甚至有可能两个都是超债路线 希格文 梅洛彼得堡的护士长 当然你也可以叫他希格婉 希格婉可以说是 封丹目前为止最神秘的一个角色 除了属性可以确定为谁属性 其他的什么星级呀 定位呀 玩法呀 一概未知 最早的时候说他是四星 后来又说他是五星 有人说他是C 也有人说他是腐 至于网传的空降角色 比如说魔女会 比如说法尔加 这些内容 我们没有太多的参考资料 可以看到纳塔前的内容 还是非常丰富的 有新力图 有新周本 有新剧情 还有最起码三到四个新角色 等把这些都体验完了 我们就将正式迈入龙的国度 火之国 纳塔 4.6版本 新增了两套圣遗物 一套叫做未尽的瑕丝 两件套效果是攻击力 提高18% 四件套效果是在拖战后 三秒造成伤害 提升50% 战斗状态下 附近不存在 处于燃烧状态下的敌人 超过六秒后 上述效果每秒降低10% 若存在燃烧状态的敌人 则每秒提升10% 直到50% 第二套圣遗物 邪律异想断章 二件套效果同样是 攻击力提升18% 四件套效果是 生命之气的数值提升 或者降低时 角色造成的伤害 提升18% 该效果持续6秒 至多叠加三次 记得关注再走